嗨 大家好 這也是TechTeller科技說你的科技變先 我是主角River 之前River就有開箱過Philips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TAT4556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Philips這間公司其實產品線的範疇有很多 主要分為三個部門 消費電子產品 醫療保健 和照明 那說到Philips的耳罩耳機 比較廣為人知的不外乎就是 X2 X2 HR SHP9600 和比較新的X3 這幾款是在各大論壇網友評價很高的耳罩式耳機 但有些朋友的需求會不太一樣 可能會需要有降噪藍牙無線的功能 那再次Philips新推出的兩款降噪藍牙耳機 分別就是今天要介紹的 TH8856 和TH6506 那想要更快獲得科技說的第一手資訊嗎? 別忘了訂閱TechTech的科技說唷 TH8856 和TH6506 兩外包中的設計語言相同 維持了Philips藍的設計風格 這次的TH8856也有通過Hi-Res的無損認證 內容物呢 各有耳機一副 一個收納袋 一條3.5mm音源線 一條Type-C充電線 和使用者說明書 兩副耳機的外觀形狀有很大的差別 但是設計的概念差不多 耳機都是用霧面的方式處理 並也都加入了法師紋設計 好處就是不容易留指紋 但還是要小心使用 霧面的東西刮傷還是很明顯的 那6506有黑色 8856有黑白藍三色可以選擇 兩副耳機有一個設計我很喜歡 就是這個LR的標示 它是藏在耳罩內側 非常的明顯 基本上一拿起來就可以很快的辨識 因為有些耳機標示在頭樑並且小小的 辨識上會比較慢 耳機都是只有輕量化 6506只有145g 8856則是254g 相較Sony WH-1000XN4 251g BOSE QC45 240g 都是在無線耳罩耳機中的平均值 無論在佩戴或是攜帶都不會有負擔感 8856會比6506重的原因 第一個主要是耳罩的大小 再來就是8856在同樑的部分 是用金屬強化結構 就佩戴感來說River比較喜歡8856 因為我的頭型比較大 可以完整的包覆我整個耳朵不會壓迫感 6506主要是因為耳罩的設計比較小 對River來說包覆度不夠 會有輕微露音的情形 無法完全密閉的狀況也會影響降噪的效果 6506也因為耳罩的比較小 戴起來會壓迫到我的耳朵 就會有不適感 如果說你很擔心會不會壓頭、壓耳朵 那我建議實際試聽最準確 大部分的耳罩耳機都是用蛋白質耳罩 缺點就是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有脫皮的狀況 所以價位比較高的耳機能更換耳罩也是一個重點 8856和6506更換耳罩都很簡單方便 它不是卡榫的設計 所以拆裝的時候不用擔心卡榫會斷裂 如果真的有自己習慣的耳罩 就可以自己動手更換上去 接著聊聊操作按鈕 8856的右側有獨立的多功能 上下手、降噪按鈕 左側則是電源鍵、Type-C、3.5mm的插孔 6506右側也有獨立的降噪按鈕 多功能、電源按鈕和Type-C插孔 左側則是3.5mm的插孔 那6506它就是把音樂控制的按鈕設計成一個 你只要操作多功能的按鈕 往上下播就可以 等於說我只要記住一個按鈕 就可以實踐其他的功能 因此少了很多學習成本 兩款耳機的藍牙都支援到5.0 編碼有SBC、AAC 重點是都支援1對2的連線 就跟之前EFA介紹的Live Q35有一樣的功能 可以同時連接兩個裝置 我自己會同時連接筆電和手機 平常都用筆電聽音樂看影片 如果有打電話給我,我就直接接聽 耳機的訊號就會直接到手機這邊 這個流暢的程度 我想到一個成語 無縫接軌 我最近都在玩蝦皮的蕭蕭樂 實際連接測試 滑動糖果的聲音和動畫是可以對上的 觀看影片的畫面跟字幕也是可以對上 接近體感的零延遲 如果追求超低延遲 可以選擇接上3.5mm的耳機孔 基本上問題就可以改善 以下會進行遊戲的延遲度測試給大家參考 但每個人的裝置、系統都不同 可能會有些微的落差 所以僅供參考喔 8856搭載的是Hybrid ANC混合式降噪 6506搭載的是FB後櫃式降噪 拆開耳罩可以看到 後櫃式的麥克風設計在發聲單體的前面 主要是消除耳內的噪音 而8856在左右的耳罩外殼上 也可以分別看到麥克風收音口 體感來說 8856的降噪效果比較出色 兩款耳機的耳壓感都是很低的 所以開啟降噪並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8856的降噪開啟後可以過濾掉冷氣、除濕機的雜音 但是對於人聲的消除會比較弱 只有降低音量但並沒有消除 6506的降噪效果就比較弱 對於冷氣、除濕機的雜音消除大約80% 滑鼠跟鍵盤的按鍵聲也是可以壓低 但人聲的部分還是聽得到 6506本身不支援通透模式 只有8856有支援 8856的通透模式可以透過APP調整通透的接收程度 也就是說可以把通透模式開到最大 會有聲音被放大的感覺 畢竟還是透過麥克風接收的 沒有人耳聽到那麼自然 在APP裡面的環境音模式 有一個強化聲音的功能 經過比對測試後 在開啟後可以消除因為透過麥克風 接收產生的電子雜音 聽到環境音的聲音會變得更加自然 所以使用時建議可以開啟強化聲音這個功能 8856耳機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快速開啟通透模式 只要長按降噪通透按鈕 它就會快速切到通透模式 如果你放開它就回到原本的模式 假設你原本是降噪按下去就會變得很通透 放開按鈕它又回到降噪模式 說到通話 8856、6506的通話時都可以清晰傳達 聲音也自然 如果遇到背景的聲音比較尖銳 還是會收緊麥克風 如果在人聲比較吵雜的環境 像是菜市場、捷運 通話還是會被影響的 接下來就進行TAH8856、TAH6506的室內 還有模擬戶外的通話實測 錄音經過轉檔會受損 所以一樣僅供大家參考喔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會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再來就是續航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進行的是 模擬戶外的通話實測 那我這邊會放一個拉牙喇叭 來模擬噪音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會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會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再來就是續航的部分 8856開啟降噪後有55小時 關閉降噪60小時 充電15分鐘可以使用8小時 6506開啟降噪後是25小時 關閉降噪30小時 充電15分鐘可以使用2小時 6506的調音偏流行 但有一點RMB 低音的量和力道會多了一些 如果8856有4分 6506大概6分左右 音量大概開到50%到60的細節就出來了 聲音比較貼耳 沒有什麼距離感 但相較8856的音場 比較窄 高音的表現比較普通 可以聽到天花板 比較突出的是中低頻 人聲的氣音很薄 沒有純齒音 只有單純人聲 聲音的收得很快 沒有泛音、殘響 少了一種韻味 聽起來會相對比較單調 聲音的調音也是偏乾 厚實度一般 我自己聽下來覺得蠻適合聽RMB 這邊要注意 6506是不支援APP調整EQ的喔 8856的調音偏流行 3頻比較均衡一點 使用手機音量大概開到60%到70% 細節才會出來 聲音會有些許的距離感 沒有那麼的貼耳 環繞感有 但不強 有一點必須注意 8856有底噪聲 擔心的朋友建議實際試聽 人聲的表現比較突出 只有輕微的純音沒有齒音 中頻會比較明顯 但沒有比高低頻突出太多 如果高低音各有20分的話 中頻大概只有25到30吧 差距不大 低頻很輕薄薄的只有點綴而已 聽起來不會有低頻轟炸轟耳耳的聽感 整副耳機走而是耐聽輕輕的聲音 調音偏乾厚實度一般 不會過於尖銳 TAH8856可以透過APP調整EQ 提供四種預設EQ 低音清濁強勁高音 和五種頻段制定 但試了一輪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 預設的調音 這部分就見仁見智了 接著進行中高頻低頻的音質實測 不過錄音經過轉檔會受損 所以僅供參考喔 I can't help you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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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that you're gone I spend my nights alone here Wishing you were here Sweet in my sphere I can't help you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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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購買TAH6506 主要是它的價格相對親民 降噪、3.5mm的耳機孔 和一對二連線都有 重點是它的重量很輕 所以帶出門都不會有負擔感 但如果說你的耳型是比較大的 可能會有壓耳的情況 就不建議長時間使用這一款 TAH8856相較TAH6506 有更好的音質、更好的降噪 和更好的佩戴舒適度 並且支援App可以調整EQ 這兩款耳機的一對二連線功能都很出色 接近0延遲 手機和電腦的切換快速 不會有那種慢一拍的感覺 如果你使用的時間不長 預算有限 我們講那你就選TAH6506 如果對於降噪、佩戴體驗的需求 較高的朋友 就可以再加2000元選擇TAH8856 那這次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盡快回覆大家 也別忘了訂閱TagTag科技說 幫這支影片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See you 使用手機的音量大概開到60%到70% 細節才會出來 出來 出來 大家 Holy 安心的朋友 不是大家 不要帶回去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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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來 是嗎